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气性就被纤维发物质取而代之 也就是导致肺组织变厚变硬 最终造成使肺在肺脏内交换氧气 进入血液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 即肺功能减退 呼吸功能受损 从而导致肺纤维发 患者主要出现呼吸困难 刺激性肛咳 活动喘息 逐渐加重的缺氧 最终呼吸酸液 甚至死亡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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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